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和卫报报道 特里沙梅拒绝了书面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并不会签署一份中国重视并积极游说的谅解备忘录 英国媒体形容 一带一路对英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大金矿 诱惑当前为什么英国会有所顾虑 是否签署谅解备忘录 可以被视为这个国家有多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 据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在圣诞节前便游说英国要签署谅解备忘录 以展示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的决心 中国商务部表示 两国签署的90亿英镑贸易协议涉及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农业等等 没有提到两国是否签署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谅解备忘录 英国政府发言人向多份英国报章证实没有签署相关文件 特里沙梅表示 欢迎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 但要留意透明度 会努力与中国合作 务求符合国际标准 美国、德国、澳洲等没有签署文件的国家 也曾提出类似观点 中方强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 但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月发表的报告指出 近九成的一带一路承建商是中国企业 来自外国企业的仅有一成 报告指出 由于中国支持的一带一路项目起始阶段透明度偏低 加上中国企业得到国家支持 外国企业一般难以加入竞争 也导致了贸易不平等的情况 去年年终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德国、法国、英国等代表拒绝签署会议中与贸易相关的文件 德国官员对一带一路透明度表达关注 要求确保投标要求没有差别待遇 而美国代表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马修 波廷格则认为中国要建立更透明的尽头机制 并确保更多国家和私企参与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不代表能够顺利合作 例如斯里兰卡发现自己深陷债务问题 要卖掉港口并表示拒绝中国投资炼油厂 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匈牙利 也在一带一路遇上挫折 两国2015年签署的协议重点 是新建廉洁布达佩斯及塞尔维亚的铁路项目 不过欧盟正在调查匈牙利有没有违反规定 没有经过竞标程序把合约给予中国承建商 这项工程能否顺利完成仍是未知之术 以反映了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带进欧盟 需要面对欧盟法规的挑战 中国针对中东欧的战略部署 除了一带一路外 还有2012年展开的16加1合作框架 中东欧国家在金报上逐步向中国靠拢 令德国等西欧国家担心北京对欧盟影响力加深 德国外长西格玛加布里尔去年9月曾呼吁北京要尊重一个欧洲原则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访华 虽然口说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不过同时指出 这条路不应该是一条新的霸权之路 让所有经过的国家都成为附庸 值得一提的是 回顾2015年 当年英国不理会美国反对 率先申请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即亚投行成为创始会员 触发连锁效应 德法等多国也相继提出申请 每个国家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亚投行成立之时 早已惹来外国的忧虑 风险 监管 透明度等等问题 不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两种事情难以相提并论 其中一点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性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乔纳森·谢尔曼形容 一带一路是一个品牌 而不是一项有严格规定的计划 任何大型项目都可以被解读为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 然而正因为如此 如果项目延期超支破坏环境 倾向雇用中国劳工而非当地人等等 这些都会令一带一路及涉事国家民生受损 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主任 拉斐洛·潘图奇对金融时报表示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广泛性概念 难以知道表态所支持的具体是什么东西 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指 特里沙·梅决定正确 认为一带一路构想具有野心 仍然非常模糊 而且中国多次忽略环境和人权问题 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对中国牵头的计划保持警惕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